每個地方我去找到領導人 會決定要避免我們現在的共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再次到訪中東 先後跟土耳其 希臘 約旦 卡塔爾 阿聯酋和沙特的首腦會晤 8日晚在離開沙特前往以色列前 他說 這些國家對加沙的未來 已經有了四點基本共識 分別是以色列擁有和平和安全 不再面對恐襲威脅 約旦河西安和加沙接受同一個政府的管理 中東地區團結 以及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 布林肯承諾會努力推動保護平民 確保人道主義援助到位 以及營救被哈馬斯綁架的人質 這次中東之旅 布林肯與各國首腦 王储 外壤等交換 地區安全的意見 認為戰爭不能擴大 然而 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黨和野門胡塞武裝 正加緊讓事態惡化和蔓延 周一 真主黨繼續空襲以色列北部 遭到以軍的激烈反擊 當天 真主黨確認高級將領塔菲爾的汽車 被以色列的無人機在黎巴嫩南部炸毀 塔菲爾死亡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則在周一到訪北境軍營 直言真主黨低估了以色列的能力 為保護北境 以色列會採取各種必要手段 8日的袈裟 以哈繼續在地面交戰 同時相互空襲 一名在敘利亞的哈馬斯頭目也在以色列的空襲中死亡 新條人記者仁浩綜合報導